所谓健全职业就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的叛乱往往就是这个样子。选择了比较轻松好走的路,就是下坡路。选择了比较危险的路,那就是通向统治者道路的路。 因为东亚文化基本上是斯大夫的费拉文化,它对成功的标准是完全扭曲的,所以把冒险性的东西评价得很低,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统治权都来自于对风险的经营。 这一点也就是从事先就注定了,所有的统治者最终经过或长或短的某段时间内都要堕入深沿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无限期地驾驭风险,但是就是在你决定承受风险,同时你还没有被风险吞没以前,这个极其短暂的空间内,你注定要成为统治者。 无论别人嘴上怎么样逼逼逼,只要他不敢像你一样承担风险,他就注定要为你所奴役。 这个奴役可以用其他的名义说,其他的名义可以是很好听的、很愉快的,但是死者都只有一个,就是奴役。 我们撇开政治正确不说,像大多数女人为男人奴役一样,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在法律上没有足够的权力,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诡辟风险而使得替他承担风险的人自动地变成他的主人。 当然,这个主人时间可能是极其短暂的,可能像以前的几天皇帝梦一样极其短暂,如果你选错了,或者情况极其不利的话。 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像是伯尔赫斯描绘的阿格提史诗的主角一样,会在某一个节点上面,他体内的血液向他吼叫说,必须得这么多,即使明天就死,今天也得这么多。 只有这种素质的人,他就是天生的统治者,总会有一个风口浪尖,会把他捧上哪怕是三天的房子的宝床的。 主持人 因为你之前说过,能生能杀这个族群的宗教会统治世界,那你又说过,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强迫男人上阵杀地,没有办法强迫女人生孩子下来。 主持人 照你这样讲,你刚才说的,虽然这是统治的一面,但是如果是从生育的一面来说,可不会女人跟男人说的就像《圣经》里面说到他们同时掌会一般的真理? 主持人 正是这样的。实际上,就像希腊悲剧经常说的,女人生孩子就像男人上战场那样,在和平时期不打仗的男人就是在占女人的便宜。 所以生活在和平中,到时也没有打仗的男人,他们跟女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建立出来的社会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实际上,在这种社会当中,女人隐隐约约的觉得自己倍占便宜了,而且通常也是不愿意生育的。